天氣太好的話人也會多 我沒有想過說經常帶他出去 他自己也會說媽媽不要帶我出去 很多學校都 停課 會啦 但是還是很怕打完疫苗的副作用 會有一點嚴重 越來越多校園疫情拉緊報 家長們很擔心 根據指揮中心最新統計 國內目前兒童染疫狀況 國小253人 幼兒園137人 香港更有醫師指出 他們的第五波疫情 病毒容易攻擊兒童神經中枢系統 釀成併發症 包含急性腦炎 兒童抽筋長達30分鐘 一致腦部缺氧 或是兒童出現5分鐘急性抽筋 感染病毒後發燒 另外呼吸道併發症狀也常見 多器官的發炎的這種症候群 不過在我們目前國內 還沒有偵測到 有這樣的案例 也有國外研究統計 5到11歲確診兒童 有1%症狀持續12週 新冠症候群 青少年則是2.7% 另外也有30%確診小學生 及22.6%確診中學生 出現精神不集中狀況 比較容易情緒不穩定 或者行為怎麼樣 這個都有人報導過 可是究竟目前看到的資料而言 這一些其實數目比例 都還算是蠻低的 醫師說明 兒童確診後出現後遺症 在國內看來目前少見 直至台灣現階段還沒開放 12歲以下孩童打疫苗 對病毒抵抗力趨近於零 如何因應 醫師點出關鍵作為 成年人盡可能早一點 該打能打的都打了 在你孩子的附近的那一些人 都已經有了抵抗力 那這個孩子接觸到病毒的機會就少 也就是說要防範兒童染疫 在疫苗還沒下放給12歲以下孩童之前 大人衝高疫苗施打率 對孩子來說才有保障 TVN新聞許管張惠賢 台北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